你这个裙子真大 你的口红粘到牙齿上了 你不会介意吧娜姐 你早看你没告诉我吗 我是刚刚刚 天天 娜姐姐你没穿礼服啊 都说有一种友情叫何种谢娜 但是谢娜和另一个小花蛋 这对姐妹花的友谊也是让人佩服的 那就赵丽莹 这位对姐妹花拥有让人羡慕的友谊 在向往的生活中 他们这种友谊就曾经被体现出来 谢娜称赵丽颖为二帝 赵丽颖叫谢娜大哥 但是很多人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谢娜和赵丽颖的关系这么好了 而且他们工作性之导致 他们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交集啊 谢娜是四川人 赵丽颖是河北狼房的 他们为什么关系这么好呢 古南卫视推出的一档综艺节目偶像来了 二人因为在游戏过程中 无意中扮演到 西游戏当中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 此后便与大哥二帝相衬 感情从六年前到现在 一直维持得很好 还有就是他们穿的衣服总是会撞衫 其实明星撞衫是一件很机会的事情 撞衫就会有比较 就会有吐槽 但是赵丽颖西娜没有因为这个影响到什么 反而成为很好的朋友 让人羡慕 你们是又撞衫了吗 你们这两片都是怎么回事呢 这又是同一个牌子的吧 两个蛋 在一次综艺节目中 西娜先穿了一件蓝色碎花的礼服 在餐桌上等待赵丽颖出场 接着赵丽颖出场的时候 也是穿着一件蓝色碎花的礼服 和鞋娜坐在一起简直就是闺蜜状 而这时候 赵丽颖便对谢娜说 幸好有你陪我 谢娜就问为什么 赵丽颖接着说 我每次都觉得我穿的不好看 而你穿的和我一样 此话一出 谢娜瞬间就假装生气的不理会赵丽颖 被在场的所有嘉宾都笑完了 网友看后也纷纷直呼 赵丽颖不愧是赵小道 幸好有你陪我 反而 因为我觉得我每次穿的都不好看 走开 因为赵丽颖这个人的性格很直接 所以说话不知道轻重 其实也就是没有心计 在大本营上也有说错过话 当时谢娜就直接给打人场了 他们是这样认识的 后来谢娜在向王的生活里面说过 两个人在红之前 都是有过一段很辛苦的经历 都是没有任何靠山凭借 自己努力爬上来的 所以两个人有共同语言 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 我们都是那种 背景都是苦过来的孩子 都是苦过来的 吃不饿的 对都是从小 比如说小丫鬟啊 或者那种小配角 可能慢慢弄慢慢弄 虽然到现在我们都还不错 但是心里面都是那种 还是那种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懂我懂 众所周知 快乐大本营停播了 接替快乐大本营的节目 你好星期六 没有谢娜 这意味着他在湖南卫视 已经处于弹珠状态 说来自从快乐家族解散了以后 谢娜在湖南卫视出现的 平次算是趋之可数 也严重影响了谢娜的事业 她的资源和以前相比下降了非常多 流量和曝光度都大不如前 谢娜也是够拼了 三年时间相继 剩下了三位小公主 为此照例应忍不住 为谢娜养三个女儿有压力吗 谢娜随后说了一句 是不是有杰哥吗 想必张杰听了这话都要愣住了 由于谢娜淡出芒果台的原因 收入肯定是大不如前 而近几年由于各种原因 大型演唱会也不认举办 这就说明张杰的收入肯定会大大折扣 可见张杰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有负责三母女的日常消费要赚钱养家 也难怪张杰会愣住 不过张杰和谢娜到底都是明星 还是有明星效应在的 做做直播 待待会收入也都是非常可观的 这都不是一个月运入三千的小编 该担心的事情 你们觉得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